咖啡菜配香辣高蟹 这不是完美神还原天津的一餐吗 辣炒海鲜的快乐就是在于用汤拌面 看这个 眼熟不 看这个 眼熟不 还记得我十月份跟天津糖菇吃的那个香辣蟹吧 老香了 拌了好多面条 今天安排上个同款 直接快递寄到家 热一下就行 就剧本斋那个 想起来了吧 高蟹啊 看 大黄啊 哎呀 够毫横不 哇 你看 感受一下 还有这个麻辣兰笼 当然我还自制了 嘎啡菜 这真是我自己炒的 咱这小料全吧 嘎啡菜 虽然学不出天津本地糟粮摊的味道 但也学了个大概了 嘎啡菜 嘎啡菜 所以辣椒 香辣高鲜 你看 是大花 还是店里那个味道 就是盘子不一样 为啥突然想吃它呢 就那天刷朋友圈发现能发快递 谈了 这个摊真的是灵魂 灵魂 一会儿能下两斤面条的那种 然后这个 颗粒的黄 掉落了一块蟹黄 我变蟹黄嘎不猜 天津的香辣蟹配上天津的嘎巴菜 都不是完美神还原天津的一餐吗 边上也有蟹黄 边边上 这个是麻辣蓝笼 还挺大的 比我的手指头长一股脊呢 其实啊 我包小龙虾还是挺快的 肉 这个蓝笼 会比咱常吃的普通小龙虾可要硬 所以你需要用力点 鱼虾 一坨肉 贵是真贵 但是这个肉质却真是不一样 很完整 大家虽然每个菜都是辣炒吧 但你细吃 但你细吃 它味还不一样 就真的是每个汤都适合拌面的那种 我还喜欢 挑里面这个蒜吃 然后这虾球呢 那就是一嘴一个作着玩了 先作汁 然后揪着 趕快就出来了 你只需要蘸一只手 整体是那种麻辣回口 会稍微有一点点甜 但不怎么太甜 滑味还挺重的 因为穿着 会 撒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什么呢 煮面条 再来一碗 这个高蟹的面条啊 我就直接搁锅里煮了 这样会更进味 然后另外煮了一碗面条呢 我这个 蓝龙这个盆里 让它吸收一些汤汁 再来一碗嘎巴菜 看咱那小料 贼犬 不是吧 这麻将都是拿花椒油写的 感受一下这个面条 这个是拿圆汤煮的 这个是煮好和泡进去的 一对比还是圆汤煮的 这更细汁哈 贼挂味 嗯 麻辣鲜甜 等等暖和了 一定要再去甜甜糖果一次 这太迷人了 啊 人间智慧 好 好 好 微味真的还是挺辣的 爽 那我留了一点虾球 我要去看电视课虾球了 拜拜 祝大家天天开心 有时间去天真玩 当然我也还会再去的